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职场上的这个性别歧视啊 实际上是很久以来大家都意识到的 所以呢 人们在这个聘用员工方面 在招聘方面呢 一直想方设法克服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够中性化 看看能不能够更公平的来进行竞争 那么在90年代呢 有一个研究啊 格外的引人注意 这个呢 他主要是在这个交响乐团 在招募专业的这个演奏员的时候 比如说小提琴大提琴 吹单黄管双黄管什么的 就是演奏乐器的这些音乐家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有性别上面的差异 和感官上的差异 觉得这个是个女的就 这个意识当中就好像说 他可能不如这个男的更专业什么的 于是呢 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 就是隔上一个幕布 让这个演奏的这个音乐家呢 隔着那个幕布演奏 所以所有的评审都并不知道 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性别 单从他演奏的这个技巧上来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资格进入到这个乐团 那这个研究呢 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而且后来也经常被一些研究 这个性别歧视的这方面呢 引用这个文章和研究的成果 但最近发现这个成果 二十多年来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居然发现 他当时就存在着非常大的瑕疵 今天有故事跟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研究呢 非常说明问题 很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叫理所当然 就是为了避免歧视 在中国古代连科举的时候 都把名字盖起来呢 因为怕你认识里面的考官 这中间作弊啊什么的 这个研究有什么错误呢 再一看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Claudia Goldi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 Cicilia Rawls 他们两个人做的这个研究 Cicilia Rawls黑人 顺便说一下 后来进入到奥巴马总统的政府当中 是奥巴马一个相当贴身的一个顾问 所以这么两个人做出来 这么有成就的一个结果 而且是他两人做了40多年的跟踪 跟了美国八大交响乐团 做出来的这个研究 他们的结论呢 是说通过这块帷幕 我们叫垂帘听证嘛 通过这块帷幕呢 使得女性的演奏员 在初期选举的时候 被选入第二轮 甚至是决赛的几率提高了50% 然后再通过这块幕布 他们在决赛当中通过的几率 比没有这块布高7倍啊 也就是说因为这块布拦着 使得下面的评审看不到拉小提琴 这个人是男士女 你给我来一段门德尔松 你给我来一段莫扎特什么的 我就全凭你的跃感和你的技术 而跟你的性别没关 这有什么错误啊 对听上去听上去特别好 怎么想怎么有道理啊 怎么想怎么应该 所以今天这不是就说好玩了 这话题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面是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20多年以来 这个研究现在终于被 咱也不能说被推翻 被质疑 因为20多年以来 这一项研究被各种各样的学术的讨论 尤其是讨论到男女平等问题 正式的引用1500多次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 Ruth Bader Ginsburg 现在还在最高法院的 这位女法官 她在一个案例当中 在谈论到歧视的时候 以正面的引用 说你看这个多好 用这块布 前部节我们刚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 Talking to Strangers和陌生人讲话 Marcom Gladwell 他曾经也大肆的赞扬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大肆的赞扬说 这个幕部 这个叫盲测 就盲人的盲测试测 盲测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得了 肯定我们的听众 观众也会觉得 确实这里面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引起人们的质疑 对 听上去是非常完美的 因为首先这两位经济学家 一个哈佛大学的 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 这都是了不得顶尖的 Ivy League里边 就是长春藤学校里边的顶尖的经济学家 然后他们发表的这个文章 又刊登在主要的学术的杂志上头 这个研究成果 同时研究的又是这样的一个 让人们一听就觉得令人信服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说如果是音乐家隔着幕布 一点不影响他们的发挥 然后突然你告诉我一个结果说 他们居然成功率比以前高了七倍 然后进入了决赛当中的机会 也高了50%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就是好像说 你看如果没有这块幕布遮着 那女星不是受歧视受大了吗 现在呢有人就提出问题来了 人们突然发现说 就是有好事者 这个做科学的做学问的人呢 他总是要试图要找出一些问题来 结果他们就从这个这两位经济学家 在研究做这项研究的原始数据当中着手 突然发现 哎呦里头有点问题啊 首先是原始数据当中 这个女性她在幕布之后 怎么表现的比那个没有幕布的时候更糟糕呢 这怎么和那个他们得逞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而且再加上整个的研究的结果 第一数据是比较少的 因为就是他只是在八个这个交响乐团当中 选了三个交响乐团的长达三四十年的这个数据 进行研究本身的人数是比较少的 这点呢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统计学的这个标准 他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结论得出来 居然也是相互矛盾的 比如说在初赛的时候 这个女性的音乐家隔着幕布呢 是有好处的 他们可能在这个不隔幕布和隔幕布 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加分的效果 但是进了半决赛以后 居然隔着幕布 对男士对男性的演奏员是有好处的 对女性的反而不没好处了 甚至有降分就是减分的效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比较严谨的科学家 他不会提出说是已经宣布了啊 这个是对女性有多大的好处 有多大帮助 帮助他们成功等等 最多只是说从这样的数据来看 来分析 我们只能呼吁进行更多的研究 进行更多的调查 而不是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现在这个结论就被 这个其他的科学家提出质疑了 那当然提出质疑还有别的原因了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种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但是在回答那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我就问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两个人拉小提琴 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 你会觉得本能的在没听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这个男的比这女的强吗 应该会 为什么 这样才会有幕布嘛 对不对 就是说最早一定是有这种歧视 就是到了乐器这玩意儿的时候呢 女的就不如男的 你去找律师办案子 你发现给你 接你这个案子的律师是个男的 或者是一个女的 让你俩挑一个 你挑谁 对不对 这些问题都存在 外科手术什么的 咱们就一一的列举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往根上找一找 就是这种歧视是从哪来的 这个歧视从历史上就造就的 那没有办法 因为最近有个电影 跟大家推荐一下 不是太新了 叫莫扎特的姐姐 Mozart's Sister 这个电影 它有一定的虚构的成分 但是它有很多的是根据真实的改编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莫扎特 很少有人知道 他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姐姐 当年在小的时候 他们俩在欧洲巡回演出的时候 在节目单上先写他姐姐的名字 下面才写的莫扎特的 他的弟弟的名字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姐姐一个天才的古钢琴演奏家 到了什么 到了适婚年龄 不许出去演出了 要嫁出去 要嫁出去 他姐姐爱一个男的 他爸还不同意 这个就是当时女人的特殊的境况 我就是逼着你 你不能再出去演奏了 什么原因 没有原因 你是女的 你到了适婚的年龄 十二三岁 十五六岁 你得嫁了 你喜欢谁 我不行 那人是干嘛 那人音乐家 我不行 最后他爸爸 把他嫁给了一个官员 那个官员两次离婚 也不是离婚了 官夫了 又带着五个孩子 他嫁给他了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保版婚姻吧 这就是 那个时候的女人的命运 后来有莫扎特的辉煌 大家也都知道 德国的音乐家舒曼 伟大的音乐家 但殊不知 她的太太 Clara Schumann 也是一个不得了的音乐家 但是在历史上很少记载 同时也大家可能根本不知道 Clara Schumann 给她生了八个孩子 那是八个孩子的母亲 还能够写歌剧 写交响乐 写了这么多的作品 没人知道 再有 还有像 顺便说一下 舒曼的太太 还是一个一流的钢琴家 还有Felix Mendelsohn 这大家听说过 门德尔松 这个作曲家 她有个姐姐Fanny 她姐姐写了 四百六十部作品 早年的时候 她姐姐写作品的时候 都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发 只好用她哥哥的名字 因为她是女的 所以早年的 门德尔松的一些作品 实际上是她姐姐写的 但是后来历史 还给了她姐姐一个清白 但是说实话 还是一样 不受重视 所以我讲了半天的意思 就是说 今天我们脑子中 形成的这个歧视 是历史造成的 就是早年 女人根本没有给这个机会 但是其实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 她们还是能够脱颖而出 你试想一下 如果社会给女人机会的话 那今天在世界的月台上 不知道有多少了不得的女性 那么稍待一会儿呢 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针对于所谓 盲测这件事情的争议 以及进一步的发现 有些什么新的 对男女歧视和男女 在同一个行业里面的表现的 一些新的理解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个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讲的是 美国交响乐团盲测这件事情 引出来的一篇研究的文章 现在有人提出争议 但实际上呢 人们对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这一点呢 没有争议 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基本上都承认 是有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现在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男女之间 逐渐的平等呢 它这个差距啊 逐渐的在缩小 你比如说 在这个法律方面 在这个医学方面 甚至在其他的 这个大公司的管理层啊什么的 女性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朝着和接近 男性的这个方向呢 在努力 那么刚才说的 这个交响乐团的一些音乐家 他们在这个就是应聘的时候 他们要去演奏 演奏完了以后 要达到人家乐团的一些标准 那怕有这个性别歧视 所以用一块布呢 把他们遮住 把他们在幕后来进行演奏 这样的话呢 至少别人就是说 先不管他的性别是男是女 先从他的这个越感也好 从他的技巧也好 来决定他到底是不是达到了 应聘的这个门槛 是不是可以进入到 这家交响乐团 那人们理所当然的就认为说 这个是对这个公平竞争 是对削减或者减少这个 性别差异啊 性别方面的歧视是有帮助的 所以才20多年 一直在引用这篇文章 而没有去追究 他当时在做这项调查的时候 得出这个结论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令人信服 所以现在有人就提出来 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不需要这个幕布 其实也可以达到 逐渐的这个男女平等呢 有一个解释 就是认为说 其实现在社会当中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不光是交响乐团啊 其他的大的公司的一些 这个人事部门的主管 他在招工的时候 他在招新人的时候 其实在脑子里头 已经有这样一个 潜意识的东西 就是我们是有歧视的 我们是有性别歧视的 所以他在招工的时候呢 或多或少的 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就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头呢 有一个小小的叫做平权法案 照顾 照顾 他就一碰到这个女性 来进行应聘的时候呢 他自觉不自觉的 就给人家对方加了点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实际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反而没有目步 没有遮住这个男性跟女性 这个性别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 对女性反而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是觉得 现代的社会 对人类的心理教育 尤其是发达国家 对一些青少年啊 他们的心理的培养呢 是相当好的 也为女权地位的提高啊 对女性的重视啊 对他们的同行 从早年的一百年以前的 给他们投票权啊等等啊 一步一步靠着他们自己的 努力和外界的帮助呢 他们获得了这个权利 这种教育的结果 就是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他们 对这个意识很强烈 不光是女性啊 男性也一样 这个意识很强烈 就是碰到女的 咱们不应该歧视 有了这个意识呢 对拿掉这块布很有帮助 这句话是怎么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这块布 让一些学者觉得 对女性有帮助 你不要忘了 在这块布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要到那块布 后面去拉小提琴 它让吗 对不对 你要走到那块布后面 你不得有初选啊 你以为 所有会拉小提琴的人 都会 人家有那时间听你拉吗 你得到一定的程度 才会站到这块木的后面去 之前的那个初选 你不要忘了 也要经过专家啊 一层一层的 那一层的时候 其实已经让 很多女性进来了 是她们在没有幕布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 女性要给她们机会 我们不能够看人家的性别 来决定她的水平 所以应该说在那个时候 就放了一些进来 所以她们才有机会 在那块布后面拉 因为在那块布后面拉的 那个时候呢 已经决定 我要不要你了 也就是说你拉的好就来了 不是说我先弄一些人储备在这 我是现在就需要高薪聘用 顺便说一下 美国的教育团 薪资最高的大家知道哪一个吗 洛杉矶 洛杉矶教育团的演奏家薪资最高 排名第二的是芝加哥教育团 前五名第三是旧金山 第四是波士顿 第五是纽约 这些薪资代表着什么 不代表着钱多 是代表钱多 它代表另一个东西 有钱多 钱越多怎么样 水平越高啊 对不对 因为人家拉的小金钱好的人 就往你这来啊 听说你这钱这么多 我就来 所以他都是相互帮助的 我的音乐家水平越高 我的演奏的票卖的越好 我就可以付更高的 这都是良性的帮助的 所以那块布决定着你的薪水 当然有用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 为什么这块布现在被质疑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之前的那个工作啊 你要赞养它 就是它让很多的女的先进来了 有机会在那块幕后面拉 然后才有可能让他们 最后进入到教育团当中去 刚才说到排名 收入最高的那排名 有一个叫克里夫兰教育团 不要小看这个啊 克里夫兰地方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像洛杉矶纽纽约 波士顿废城这么大 但是它的交响乐团 在美国排名前十名 大概应该排在第八 他们呢就没有用这个木布 所以后来的学者 在研究的时候 就专门拿了克里夫兰教育团 来看他们录用的女性 和男性的比例 就发现他们在没有用这块木布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录用的女性也不比用那个木布的少 对 就说明人家克里夫兰呢 在这方面是特别注意 人家比较看重水平吧 我想就不一定是能多少能够超越这种性别 同时小有一点 可能是小有一点希望乐团当中 多一点女性的这么一种意识 所以有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 对 其实这个有木布这件事情 实际上本身 对 本身第一是没问题 第二是已经表示 女性的这个音乐家 在演奏的技巧 和这个对音乐的理解方面 已经和男性一样了 只不过他们认为说 如果要是露出女性 有性别的这个差异的话 很可能会受到歧视 所以他才愿意有这个更公平的竞争机会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对自己也很自信了 不看性别 我可能会比你强 我愿意跟你竞争 平等的竞争 这个就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 好了 那再看另外一个调查 这个是最近做的 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做的一个调查 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澳大利亚呢 他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 选了两千个这个经理 然后呢 他们把在政府部门应聘的一些 这个candidates啊 就是应聘的一些候选人啊 随机的就把它分给这两千名经理当中 让他们去挑 但是呢 在这些挑的过程当中呢 他有一些这个候选人 他把那个女性的性别啊 给他改了 改成男性 或者隐藏起来 不让人不告诉他 就是这一大堆简历 你根本不知道是男是女 对 就是他隐瞒起来 然后在这些经理当中呢 就在看 说如果你不知道他性别的话 那你到底是聘用他的机会大呢 还是拒绝他的机会大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遮住了他的这个性别之后呢 女性被录取的机会反而低于露出来 真实的告诉这些经理人 说是他是女性的机会 所以就说明实际上啊 女性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性别了 因为在这些经理的心目当中 他都认为说我应该给女性加点分 我应该在这个录取的方面呢 更注意男女性别之间的比例和平衡 感谢观看